那我應該是轉身準備接那個反彈球的 來看一下高國慶 這一球的距離夠嗎 這時候三連巷的跑者 往本壘衝火哥的回船過來 雖然沒有落地就進到補手的手套 但很可惜 沒有辦法抓到三連巷的鄧志文 已經展現了相當驚人的臂力了 對 沒錯 因為這個 張建平是直接往本壘回船 因為這個中間也不用 沒有其他的跑領員 就只有專心抓本壘這個時候 他全力往黃回頭 但不過這個球 雖然直接投到 這個幅度有點高 然後當然準確度也稍微差了兩步 如果這個球如果有準在本壘的話 我想就是會有一個很精采的攻防 結果在四局上半了 同一系隊的攻勢相當有效率 一支長打 再加上一支高飛犧牲打 現在把分數給超前了